格林多后书 格林多后书第一章 因天主的旨意,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和蒂茂德兄弟, 致属于格林多的天主教会和全阿哈雅的众位圣徒。 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予各种安慰的天主受赞扬。 是他在我们的各种磨难中常安慰我们, 为使我们能以自己由天主所亲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种困难中的人。 因为基督所受的苦难,加于我们身上的越多, 我们借着基督所得的安慰也越多。 我们如果受磨难,那是为叫你们受安慰与得救。 我们如果受安慰,那也是为叫你们受安慰。 这安慰足以能使你们坚忍那与我所受的同样苦难。 为此,我们对你们所怀有的希望是坚定不移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怎样分受了痛苦,也要怎样同享安慰。 弟兄们,我们深愿你们知道,我们在亚西亚所受的磨难。 我们受到了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压,甚至连活的希望也没有了。 而且我们自己也认为必死无疑。 这是为叫我们不要倚靠自己,而只倚靠那使死人复活的天主。 他有这样多的死亡危险中救援了我们,而今仍在施救。 我们怯望将来还要施救,只要你们以祈祷协助我们,这样应有许多人为我们求得恩赐,好使将来也有许多人替我们感恩。 我们认为光荣的事,就是由我们的良心作证。 我们处事是本着由天主而来的直爽与真诚,并不是本着本性的智慧,而是本着天主的恩宠。 对于你们尤其如此,因为我们给你们所写的,无非是你们所能朗诵,所能了解的。 我盼望你们能完全了解我们,就如你们对我们已有了几分了解,好在我们的主耶稣的日子上,我们是你们的夸耀,而你们也是我们的夸耀。 怀着这种信念,我原先有意到你们那里去,为使你们获得第二次的恩惠,并经过你们那里到马其顿,再由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然后由你们送我往犹太去。 那么,我怀着这种意思,难道是我行事轻浮吗? 或者我定主意,是随情感定的,一直在我内有是而又非吗? 天主是忠实的,我们对你们所说的话,并不是是而又非的。 因为借我们,即借我和希尔瓦诺同地貌德,在你们中所宣讲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惧,在他内都成了是。 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门,使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 那兼顾我们同你们在基督内的,并给我们富游的,就是天主。 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并在我们心里赐下圣神作为抵押。 我指着我的性命,护号天主作证。 我没有再到格林多去,是为了顾惜你们。 这并不是说,在信仰方面,我们愿管制你们。 而是说,我们愿做你们喜乐的合作者,因为你们在信仰上已站稳了。